- 大家好,我是Dunlo 在鬥機場之中,身為劍鬥士的我們 維尼的目的不單單只是生存下去 也還需要炒熱場所的積分,讓觀眾看到血腥的場面 畢竟,觀眾想要看到的就是血流成河 而我今有一款遊戲利用了這激昂的氛圍 打造出了一款非常有毒性的作品 也就是今天所要介紹的遊戲,鬥機場的阿莉娜 在開始介紹之前,我想跟大家聊聊這遊戲團隊 Pinix Games 在很久以前我為他們介紹過他們所開發的另外一款作品 火師戰棋這遊戲 是一款以殭屍末日生存的世界觀背景 所設計出來的戰棋燒腦遊戲 玩完之後的當下,隔了兩三年 也陸陸續續的介紹過上百款作品 但到如今,火師戰棋都還排得了我心目中前三有趣好玩的遊戲 玩法大概是這樣的 殭屍爆發當下,剩餘幸存者準備逃到北部營地 一路上會接觸到許多活人同伴 當然也會有許多殭屍敵人 於是關卡之中會有不同的目標需要去完成 像是抵擋住絲巢來襲,逃到某個地點 而每位角色的攻擊方式有近有遠 所以我們得排兵布陣來迎擊 而到了晚上,我們還得分配在關卡中搜索到的罐頭食物 這食物是有限的,所以怎麼分配就是個難題 如果角色連續好幾天不吃飯,是會永久性的死亡 也會間接的讓後期難度大大上升 畢竟少了一位重要夥伴,少了一位火力資源 想要逃出升天就更加困難了 那遊戲難度恰到好處,起初對我來說非常艱難 美美瀕臨崩潰邊緣,想說這是有辦法完成的嗎? 但絞盡腦汁之下,卻又有辦法成功 那種成就感真的是不言而喻,非常的爽快 而結束之後所冒出來的配樂,則是深深的震驚到我 不為別的,就單純非常好聽 是少有讓我深陷其中默默看完幕後名單的作品 配樂就佔了很大的功勞 那Pinix Games這台獨立遊戲團隊所開發的新一款作品 鬥機場的阿莉娜,則是在一開始就在主選單中 展示出優秀的配樂來給玩家 那遊戲玩法是這樣的,是戰棋加上卡牌的Ladlock作品 我們將在這個圓形鬥機場中來打敗對手 途中可以消耗能量來丟出手上的卡牌來操作 像是移動、攻擊、防禦 而每一回合則會重新刷新能量 卡牌也會一輪又抽過一輪 這樣你一來我一往的廝殺 而最後好不容易打倒對手 我們就進到豪里選擇 我們可以挑選一張新卡牌來加入所中 使玩家可以形成卡牌間的combo 甚至是遇到困難時也能利用卡牌來創造局面 使得就算後面遇到精英關卡 甚至是BOSS挑戰時 都還能保有一戰之力 那這些卡牌也可以在經過休息地 或者是經歷水機事件時 來給卡牌升級 有些卡牌的升級就單純只是傷害提高 但有些升級卻能夠造成質變 像是移行換位這張卡 效果是能夠與敵人交換位置 在某些時刻非常好用 我非常喜歡的一張卡牌 但升級前的移行換位卻只能使用一次 而升級過後卻能無限制使用 使戰局濃縮率大大提升了好幾倍 那遊戲也充分利用了鬥技場的特色 觀眾都會在場邊吶喊吼叫 時不時打到一半時一個太激情 把道具火武器也給丟進了場內 造成局勢的更加混亂 但這時卻也是個轉機 你能移動過去裝備來使用 例如BUFF藥水類的存在 能夠瞬間獲得增強來打一波傷害輸出 或者拿武器來裝備 那這邊就不得不提到這遊戲的特色 這裡邊我們有左右手的裝備欄位 以及外加一個第三小空間的欄位可以利用 其中左右手也分別對應不同顏色的卡牌 左手是紅色 右手是藍色 像是左手裝上匕首之後 所有使用左手紅色打出去的攻擊卡 傷害多人增加一點 也會附帶除血效果 這樣來以此類推 可以左手裝備武器 右手裝備盾牌 攻擊 防禦都能享有加成 而這場對局結束之後 沒有撿到的戰場殘留物品 我們都還能進行挑選檢取 來換上更好的裝備 帶上更優質的藥水 不過可不要妄想每一次對決 幻想觀眾都會丟下稀有神裝 將擁有不切實際的想法 穩妥一點 可以在勝利之後 把拿到的金錢 來去黑市商人那邊消費 裡面有卡牌商人與裝備商人 卡牌商人能夠添購新卡牌 或者花錢把卡牌移除掉 把卡牌換顏色等等都能夠辦到 而武器商人這邊 則能購買新武器與道具 或者鍛造強化增加武器攻擊力 或是鍛造征服增加武器特殊效果 因為有一些武器會附帶征服攻擊 啟動時能夠讓下一次攻擊附帶強化 像是縱服這武器的征服效果是 下一次攻擊附帶擊退 而征服使用過後能夠花錢補充 那被鍛造征服強化過後 則能使武器多一次使用機會 是個使用恰當的話非常強力的系統 那遊戲裡邊除了鬥技場的對決之外 還有學習室、隨機事件、黑市商人、冥想區 讓你能夠自由的調整卡牌內容 看你是要升級強化、變化卡牌左右所顏色 遺忘或者是添加新卡等 能夠在這隨機卡牌玩法當中保有一定的自主性 組出理想的套牌來遊玩 此遊戲充滿毒性 一晚將會沉迷進去 而且其中的表現效果 張力非常充足 像是打擊感的呈現是有好好表現出來的 但吸引我目光的是 卡牌池裡邊有個火焰屬性的攻擊 施放出去之後 會在地板上留有燃燒之地 這火焰的呈現非常漂亮 不清楚這火焰是不是製作團隊親自製作的 當我是第一次見到 又驚豔到我 真的是很有質感 而在戰鬥結束之後 觀眾所丟進來打賞的金幣 那種躍動感所營造出來的感覺 有種開寶箱噴金幣的爽快感 看得真的是非常舒坦 而在戰鬥當中 場內外的觀眾互動也非常生動 當你遲遲閃躲敵人的攻勢 而不攻擊眼前敵人的話 拖太久了 周邊觀眾就會虛聲思起 叫你不要鬼混認真點 他們可是買票進來的大爺們了 而最後就算打贏了 魔死敵人了 結算觀眾所丟進來的金幣 也會寥寥可數 那反過來 當你修了一波操作 COMBO持續疊加 連續擊殺速持續上升 或者打出瞬間高傷害 場邊的觀眾就會驚呼表現太好了 剛才的打法真是精彩 這是賞給你的 而最後觀眾所打賞的金幣 也會比以往要來的多 就這樣彷彿勝在鬥計場之中 把鬥計場的氛圍表現得淋漓盡致 不過雖然遊戲被我誇成這樣 雖然我給予高度讚賞 但其中還是有或多或少的缺點是需要注意 也就是美術真的是差強人意 看的真的是讓人覺得很可惜 不管是主選單也好 又或者是在商店中 左邊商品雜亂的呈現方式 還是關卡路線選擇上 那陰爛背景又略為雜亂的選擇 又或者是角色的例會呈現 真的還有很多需要加強的空間 雖然像素風不是原罪 我也看過很多很漂亮的像素角色 但這遊戲的美術雖然不會給我一種廉價感 但卻有這濃厚的貧窮感覺 讓我感覺到很可惜 因為遊戲的遊戲性很毒很棒 音樂也很出色 但人畢竟是視覺動物 如果美術能夠再好一點點的話 如果能夠再漂亮一點點的話 那玩起來的氛圍一定會是很棒的 遊戲應該也會比較好賣出去 我可不希望這麼棒的遊戲團隊就此沒落 那最後我稍微深入介紹一下流派玩法 如果不想喪失主牌的樂趣 還請回避一下 那想快速上手的玩家 或者是沒有時間玩的朋友 則可以看看我所整理的玩法之一 卡牌遊戲大多都有設計一些流派組成 多機場的阿莉娜當然也有 而我看了下大略可以玩的方向共有五種 第一種就是隨便弄玩 卡牌組成五花八門 主自己喜歡的就好 而第二種是盾牌流 透過疊盾來使自身防禦力提高 並且透過卡牌把盾牌裝成傷害來去攻擊對手 而其中的核心卡牌就是不動如山 在不移動的前提之下盾牌不會消失 因為遊戲每經過一個回合 盾牌就會刷新歸零 但只要有了這張卡 每回合我們只要待在原地疊盾 乖乖等敵人接近攻擊就好 此時就能使用帶盾衝撞或盾反 來去主動或被動的利用盾牌攻擊敵人 是個很穩妥的流派之一 但缺點就是一旦面對遠程敵人的攻擊 就會顯得有些被動了 因為你一動盾牌就會消失 攻擊火力又略顯不足 所以這方面玩家可以多思考一下 可以利用哪些卡牌來補足缺點 那第三種流派就是火焰流派 遊戲裡邊部分卡牌是 好火球或噴射火焰與燃燒陷阱 其中火焰卡牌的特色就是能夠阻燒敵人 使敵人每回合受到燃燒傷害 而且大多火焰卡都能遠距離攻擊 使自身安全程度多人獲得些許保障 那火焰卡核心我覺得有兩張 第一張是自燒施虐 是用來快速疊加燃燒層數 而當層數提高之後 此時就能利用火焰卡的核心 引燃來去形成一個爆發 不過火焰流派的卡牌著實有點少 不夠全面 在某些情況之下會顯得略顯著急 所以火焰流派的玩法 最好還是搭一些其他卡牌來去組成 免得自身缺點被大幅放大 而第四種玩法就是放血連擊流 透過不斷的combo來去打擊敵人 首先我們得裝備一把短刀、堅韌或匕首 只要會造成出血傷害的武器都可以 而核心卡牌就是速攻與殺手本能 就能形成一個半湧動的連續combo 此次再搭配一張終結技 玩起來真的是非常快樂 觀眾都因為你的連擊而歡呼 傷害連續打出去的感覺也很棒 是個爽快的玩法 但缺點就是組成有點麻煩 所需要的核心有點多 而放血連擊流的重點是需要透過堆疊 來去形成一個高額傷害 這也代表說在還沒疊起來之前 一切都還是未知數 眼前所面對的都是困境 每回合一開始都得要去煩惱 所以如何熬過前期就是需要挑戰的課題之一 那最後一種流派就是疲勞流 當你裝備雙收武器的時候 攻擊所附帶的加強是強力的 但副作用也很明顯 每攻擊一次就會往手上添加一張疲勞卡 這樣牌池逐漸的就會被污染到 不過不用擔心 遊戲中也有部分卡牌是把疲勞當作資源 像是疲勞轟炸、被水一擊、疲勞轉化等這類型的卡牌 使得疲勞多固然不是壞事 反而形成了另外一種優勢 但這其中比例的掌握就是需要去拿捏的地方了 那除了這五種流派之外 遊戲中共有107張卡牌 49款武器、41種道具可以選擇 是一款很棒的作品 那遊戲目前還是EA階段 但有demo版可以試玩 我希望大家可以去試玩看看 遊戲真的很不錯 期待未來正式版的推出 那我是Donno 我們下一支影片再見 大家掰掰 成功